居住刚刚中国格斗超级新星 泰伊拉克重拳KO了巴西汉将李贝罗 跟随北哥的解说 我们来看一下全场版的比赛 这场比赛 关注度非常的高 特别是在中国啊 泰伊拉克的人气非常的高 好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了 东方选手来自巴西 高格拉斯李贝罗 南方选手来自中国 泰伊拉克 超级赛亚人 泰伊拉克 今年23岁 绰号叫超级赛亚人 他的对手道格拉斯 李贝罗 今年29岁 身高183 这战绩13 胜7负啊 一个29岁 一个23岁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场比赛 备受关注的啊 一场比赛 好 双方碰拳 比赛马上开始 一回合 我们看看泰伊拉克的表现 好 比赛开始 红方选手 道格拉斯 李贝罗 蓝方选手泰伊拉克 泰伊拉克的前摆打空 骨头顶吸 砸肘 一个中段的扫气 黑拉克的顶吸啊 肚子前摆 再来一下 主机 大格拉斯已经被打荒了 被KO了吗 哇 刚才这个主机应该是生效了啊 再来一下 左右的摆拳 哇 漂亮 稳住稳住稳住 再来一下主机 转身的主机 再来一下 保持出节奏啊 不要着急 投掷打招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打晃了 哇 这个脸上都是血 哇 还没有终止 再来一下 好 才把终止比赛了 终止比赛了 应该是 哇 这个秒杀了 一回合 一分多中啊 兄弟们 哇 精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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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是热血澎湃 兄弟们 对手被打的是满脸的血 应该是刚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慢镜头啊 应该是几个手机打中的 这个是血染铁龙啊 兄弟们 哇哦 漂亮啊 兄弟们啊 跟精彩精彩精彩之路一样啊 被打蒙了 被打蒙了 你被罗被打蒙了 我们看前面镜头 把一根顶膝 好一个 应该就是这个走机啊 连续的走机 打中他眼角了 动机前摆 再来一下 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啊 你被罗的这个眼角已经是受伤严重 然后再加上几击重击击中了他的这个下巴 李贝罗终于是挺不住了 直接倒在这个笼内 然后裁判这个时候还没有终止啊 看到没有 这拳 漂亮 我感觉他一拉这个都有点不忍心打了啊 哇太恐怖了太恐怖了你们太恐怖了 刘啊刘啊刘啊 6 你们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过瘾的一场比赛啊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啊喜欢我们的视频啊一定要点关注点 点赞 我们看一下判决结果 漂亮 漂亮兄弟们 我们来看一下赛会的采访他怎么说是用中文还是用哈萨克 哈萨克语啊我们来听一下 应该不用翻译啊 漂亮 啊我听不懂啊如果说有哈萨克族的兄弟啊可以翻译一下 文化人啊文化人啊 他也拉在很喜欢读书 呃我也采访过他啊确实这个文化人 有自己的想法 看人啊 便挣乘快乐 s想看人受察 希望有哈萨哥 各种心里啊可以翻译一下这个我真的听不懂 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要恭喜开拉克 呃只花了一分钟的时间 自己是无伤 无伤升级啊然后影响这场比赛 我们也希望他 可以越打越好打出更加精彩的比赛 我们这场比赛 那么好今天我们的比赛就到这里啊 这里是小北哥的频道我是你们的小北哥喜欢北极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 那下期精彩不见不散